前塘江大潮形成的原因 每年的农历八月,很多人都会聚集在杭州湾观赏前塘江大潮 前塘江大潮的形成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零星作用 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 前塘江外杭州湾,外宽内窄,外深内浅,是一个典型的喇叭状海湾 起潮时,宽深的湾口吞进大量海水 由于江面迅速收缩变窄变浅,上涌的潮水来不及均匀上升 到大家山附近,又遇水下南门沙坝 潮水形成陡立的水墙,酿成初起的潮风 浙江沿海一带夏季长刮东南风,助长了潮湿 在农历8月18这天,太阳、月球、地球几乎在一直线上 海水受到的引力最大 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,长驱植入的潮水以每年5到7米的速度 向上游挺进,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大潮